二姨太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呢 我骂贼呀 昨天半夜里奴家出内贼了 奴家有我的份 就算我拿光了搬光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儿嚷嚷什么啊 这刚嫁出去几天哪 就吃里扒外了 怎么着 陈家喂你什么好东西了 白嘴黑牙的 你公公调教的 你有本事冲我来 把大爹爹扯进来干什么呀 陈家娶这么个大脚媳妇不亏呀 别说是五五破天了 就食母她也划算哪 情现成的也不用干活 这多好啊是不是 对 算你说对了 如果我爹不给钱的话 这事没完 老爷 你快出去劝劝吧 劝什么呀 那那阿姨太都骂些什么呀 甭劝了 让她骂 消消火 也让陈家的臭婆娘好好听听 老爷都是一家人 这不让村子里看笑话吗 想看笑话看呗 闲着也是闲着 去吧 大小姐 奴家的米养活陈家三条汉子 你可得让他们好好伺候着你 奴家的米养活陈家三张大嘴呀 是不是啊 奴家大米多 陈家的男人都是吃软饭的 二姨太 田亮 二姨太 话别说这么难听 都是一家人吗 呸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 大弟 回去 把米给人家送回来 天亮 你也回去吧 那 你去吧 那 那 这俩干的 那 那 那 你干嘛 那 那 你去你去帮忙 走走走 去帮忙 走走走 帮忙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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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上 你到家 老婆 是阿姨太跟那儿嚼舌头呢 那不是天良跟他爹 把咱田爸走了 咱能没田吗 这要跟天良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天良抢咱家田 那咱家田哪 让狗叼走了 那得问你自己 你别废话 大弟 等人送过去 你 你把你还拿着 你成天苦苦闹闹的干什么呀 妈 大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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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走我就死给你看 妈 妈 妈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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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闪子 去哪 你看我妈那样 我上帝啊 不拿闪子 我上帝啊 我上帝啊 我要找你 妈 我要找你 天良 爹 妈 天良 我找你来去哪 天良 妈 你我看着 你别胡闹了行不行 都挺好了啊 迪迪到处也不能落到地里边 更不能让外人拿走咱们的稻谷 要不然的话 我不给公钱啊 是 老爷您放心 老爷 您女儿又来了 畜生 我问您 这块田 您到底还还是不还 我的田 我凭什么还 我凭什么还啊 是 是 好了 没entin 这块田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我赶紧 我 他 在从那里 他潮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墙吧 爹 娘 二弟回来了 畜生 到时候给我惹祸 我打死你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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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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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老爷 太太 自从田氏米行有了珍珠米 咱曾氏米行就跃跃亏本了 老爷 怎么办呢 得想个法子啊 咱们自己又种不出这个珍珠米来 你说这个退婚 退出这么大个麻烦来 幺库家 大弟 怎么样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累了吧 这城里我都找遍了 没有 这能到哪儿去了 这下奴姥爷又高兴了 说什么呢你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爹 妈 你放心吧 我明天再去找找 你喝口水歇会儿 大弟啊 好好歇会儿啊 好好歇会儿 都累你 都累你 你 你要不打孩子 孩子能跑那么老远 这 这这老大哥你 来呀 来呀 没事 什么没事 明天啊大弟一定能把二弟找回来 你说一个孩子能跑多远 要找回来 找回来 来 天亮 来 把水倒着 行了 你赶紧歇着去吧 没事 别动手 别动手 我帮你挤吧 你妈看见了又不高兴了 快去进屋歇着吧 没事 天亮 去吧 别针手了 去吧 别针手了 几件衣服啊 还得俩人一块儿洗啊 妈 你这是干嘛呀 没干什么呀 我看着心里不舒服 行了 大弟 你进屋歇着吧 我自己能行 老爷 药间好了 好啊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爹 什么大叔 什么大叔 干吗呢这是 这个地已经不是你的了 别再忙活了 土甘 我爹看他不会离 再教他呢 我跟你说 忙活完了又不给粮食吧 陈冠 你眼瞎了吧 你是不是眼瞎了 这谁的地啊 这不奴家的地吗 放着你自己的地你不离 你跑这儿了 你有毛病吧你啊 妈 那我爹不也是帮着人家呢吗 帮谁啊 让人奴家的奴才 狗一样的骂你们 你骂谁呢 骂狗啊 狗仗人士 谁狗仗人士啊 我怎么知道他没干什么呀 那你也瞎了 妈 你这个老太太啊 妈 你就别说了 就别骂了 怎么不骂了 我就骂 你演瞎了 你爸也演瞎了 你说你们俩这脑袋怎么了 大爹 你媳妇让你吃屎 你也跟着吃啊 妈 您这说什么的都 这跟天良又有什么关系了 怎么没关系啊 陈冠 上了上了 你说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个蠢猪 你蠢猪不要紧 你生儿子也是蠢猪 你跟我说 他跟奴家有没有关系 妈 别 别叫我妈 你说你到我们家来 我们陈家落着好了吗 你可真有本事 让你公爹和你丈夫 都来帮你离田 你说你这算盘打的 奴家那老混蛋 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你骂谁 你在吗 我骂了 怎么了 行了 我说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老太太 我看那么大年纪 看我们小姐在这儿 我不想给你吵 我给你把见识 我告诉你 我还不听你那屁话 我谁面子我都不看 我告诉你 老陈家什么都没有 看见没有 老娘就一条命 我告诉你 跟我说 妈 妈 妈 你别 妈 行了 你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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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要打我的 你别吵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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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 孙玉 老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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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天亮 对不起啊 你看我妈这样 天儿 实在是委屈你了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真想搬出去住 天良 咱们要是搬出去了 爹怎么办 还有 这村里人该怎么看咱们 妈 你听我说 你别胡来 你 妈 你还有一完没完呢 还护着你老婆的 妈 妈 行了 行了 妈 你行了 你别闹了 我告诉你 天良 你请请请 妈 你干吗呀 天良 妈 你别这样 妈 妈 你别这样 妈 妈 你别这样 妈 你行了 都行了 阿姨 别这样 天良带走啊 天良 走 都想着她 都想着她 妈 你别这样 这怎么办呢 你看我妈现在这样 咱们还是出去躲两天了 顺便招着二弟 走吧 老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今天就睡这儿了 老爷 你真以为喝了几副汤药 就能生儿子呀 你不是一直想生儿子吗 是啊 就怕我把儿子生出来 你就得赶我走了 你这是什么话呀 二姨太 你把儿子生出来 你就是这家的功臣 谁能连你走啊 您是不赶啊 有人赶啊 谁 您宝贝女儿呗 这家我说了算 他凭什么呀 凭什么 这奴家的房子 可是人家外公 和人家娘留下的 他有什么不敢的 我告诉你 二姨太 只要你把儿子生下来 你什么都不用怕 就怕等我把儿子生下来 黄花菜都凉了 那是什么意思 奴家不姓奴了 我儿子姓奴 这家他永远姓奴 你就放心吧 来 睡觉 老爷 我不舒服 您今天还是回去吧 二姨太 你也知道 这一项啊 我吃了不少药 你老不死 你还得多休息一段时间 不要做剧烈运动 啊 挺大夫的啊 谢谢医生 不客气 陈棍啊 奴老爷 听说大帝带着天良 找二弟去了 是 是 我问你 你说咱们这亲家 是不是变成冤家了 奴老爷 都是我该死 没管住我这个臭婆娘 行了 不用管了 我想好了 等天良回来 让大帝写一纸修书 我把天良带回家 你呢 把你那五母帝收回 这 奴老爷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 我们家二姨太说了 我是拿自己的女儿 当幼儿 调你那五母帝 弄得你老婆 是整天哭天抢地 寻死觅活的 一会儿上吊一会儿跳井 这么闹腾谁受得了呀 吴老爷 吴老爷 天良是个好孩子 我们家大帝能取上他 那是他前世修累的福啊 你老婆可不这么想啊 你是个老实人 那你心里清楚 你老婆就是想拿这五母帝 当幼儿 钓我这条大鱼 你可让他想明白了 钓大鱼得沉得住气 轻易上钩的那不是大鱼 陆老爷 陈贵没想要你的田 没想要我的田 可你把我女儿带走了 我可不能把你那五母帝 带到坟里去 告诉你媳妇啊 别这么闹腾了 要是真给我闺女 闹出个三长两短来 我找你要人 陆老爷 你放心 他人呢 他人呢 叶小姐 曾先生的石膏已经拆掉了 他人已经走了 走了 是啊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光年 在国外 我一心期待回国 因为我每天都幻想 我们结婚的情景 那是那样的美好 我错了 原来是我一厢情愿 尤其是天良的出现 把我在你心里那点仅存的空间 也占领了 我不甘心 当得知天良嫁人的消息 我恍惚又看见了曙光 可是我又错了 即便他嫁人了 你还不顾一切去追他 我明白了 你不属于我的 玲玲 慢点慢点 来来来 没事吧 慢点啊 来来来 曾先生 你可回来了 你回来了 这群孩子可有书念了 来哪儿 天良 天良 大帝 曾先生 曾先生 怎么了 光年 这不是天良跟我一块去 找二弟去 让外孙狗给咬了 腿肿得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 那还回村干什么呀 赶紧上医院呢 不用上医院吧 在我们村里让狗咬了 磨点草药 休息休息 行了 别废话 听我的上医院 走 那要上医院 我被天良 他毕竟使我老了 快 那天良 不 我自己走就行 天良赶紧的吧 对对对 既然要上医院 你 你就听 听曾先生的吧 来吧 来 来 把我行李放村里 好好好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怎么了 小姐让狗给咬了 大帝和曾二少爷 背他去医院 老爷 让图哥哥送送小姐吧 我当什么事呢 不就让狗咬了吗 至于上医院吗 曾二少爷说 怎么那畜生又来了 真是毛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 老爷 别说了 我知道了 去吧 是 知道那是一条什么狗吗 与其他狗有什么区别 好像跟其他狗 没什么区别 那你再回忆一下 那条狗是不是搭了这尾巴 口吐白沫 这个 我 我也记不清楚 你能想起来吗 当时我们正急着找人呢 他突然就扑过来了 是 二位 请跟我来 如果真的被疯狗咬了 现在已经晚了 那 那 这 这就没救了 注射狂犬疫苗 也只能延长生命 一切治疗 不都是为了延长生命吗 你们这样坚持是对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不是被疯狗咬到 注射狂犬疫苗 就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都知道 这狂犬疫苗是进口的 价钱很贵 不是打一次 而是需要一个疗程 医生 这针必须得打 得花多少钱 六个医院 六块医院 你给他注射 钱 我想办法弄 不行 必须先交钱 医生 这钱我一定会送来 就请您先给我老婆打针吧 绝对不可以 这 我这儿有个全金的奥米克 您看 够吗 这的确是个好表 不过医院需要现金呢 行 来 曾先生 天良是我老婆 不能用你的钱 救人要紧 那好 这样 曾先生 这表就当是借给我的 我去当铺 等我凑齐了钱 我马上把它赎给你 好 我马上回来啊 来 掌柜的 当一下这个 你哪儿来的这块表啊 这是我向一个朋友借的 借的 对 我老婆让狗给咬了 送到医院要打针 钱不够 所以就来当这个了 借的 先生 你先等一等啊 好好好 快快快 你等一等一等啊 好的 老爷 老爷 新龙当铺的伙计来找您有事 叫他进来 好的 曾老爷 曾太太 我家掌柜让我告诉你们 有一人拿一只纯金欧米格手表来当铺 掌柜请你们派人去看看 纯金欧米格手表 这个畜生把表送人了 是什么人到那儿去当的表啊 乡下人 乡 乡下人 那个表是从哪儿来的呀 向朋友借的 向朋友借的 那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当表啊 听说老婆被狗咬了 需要打针治病 什么人被狗咬了 什么人被狗咬了 还需要打针 曾管家 马上出去给我打听打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走 怎么回事啊 喂 接医院 先生 掌柜的 您说的朋友是谁 这个 我不方便告诉您 您不想告诉我 我可告诉你 纯金欧米格 整个阳城只有两块 一块在警察局 叶局长手里 另一块 在曾家二少爷手里 他们 不会是你的朋友吧 今天你必须告诉我 这块表的来路 否则 我不会挡钱给你 掌柜的 您听我跟你说啊 我确实是有急用 所以才挡这块手表 不过您放心 确实不是我偷的 您就别难为我了 先生 不是我为难你 如果你不说出来 我挡钱给你 有人会砸我的当铺 先生 您想 这么贵重的手表 怎么会有人借给你呢 你 那这样 那您把手表给我 我去别的当铺当 好吧 先生 你先等一等 长官 他 你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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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对不起 这块表得先留下来 为什么呀 曾太太说 要捉赃借人 哪村的 谁 哪村的 长官 我是永和村的 偷的吧 不不不 长官 这个表真的是我向朋友借的 借的 你骗谁呢 就你这样 有朋友会借这么名贵的手表给你 带走 不不 长官 走 听我跟你说 这个表是我向曾家二少爷借的 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他就在医院呢 你废什么话呀 靠上 长官 长官 走走走走 我是被冤枉的 走 长官 大帝会不会不知道当铺在哪儿 那 我去找找他 你等着我们 曾大少爷 您有事 老腿呢 把他给我叫出来 嫂子鸡 出来 三铁官 有什么事 好 叶爹 掌柜的 有没有个年轻人拿个纯金的欧米盖来当的 有 来过 我怕他是偷的 告诉你家人 他被警察抓走了 被警察抓走了 那手表呢 被你家人扣下来 可恶 喂 为什么要扣下我的手表 哦 二少爷 太太交代 那个表收回了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淑琴 淑琴已经去省城了 叫他省城了 对 对 小官 你们抓住来了 我是被冤枉了 真的 受废话 小官 进去 你听我说 小官 进去 小官 你们真的冤枉我了 小官 进去 小官 小官 进去 小官 找官 找官我是冤枉的 找官 金笔 一块打烊 就一 你看下我的西装 明袍 一块打烊 对不起 少爷 不收 新来单 看什么呢 下降大爷的东西呢 什么下降 你他娘子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啊 你 你为什么打人 打你是轻的 弟兄们 给他讲讲规矩 臭小官 我谁找死啊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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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进来的 被他们抓进来的 废话 这里一个一个的 都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问你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我老婆让狗给咬了 急需前治病 我拿着手表到当铺去当钱 结果当铺老板说手表是偷的 就被他们抓进来了 你对你老婆还不错啊 为了天亮 我什么都愿意干 好 愁你对你媳妇有情有义 只要你卖我一样东西 不仅可以把你从这放出去 我还可以给你大洋 去救你媳妇 你看我都这样了 我什么东西能给你啊 我要你的命 我跟你又没有仇 你干吗要杀我呀 签下生死文书 替兄弟们干事 随传随到 死了不负责赔钱 什么东西走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大帝呢 先别着急 我先把钱交了 把朕打了再说 这是两个姻缘 您先给打一枕吧 不行 收费处不会同意的 医生 您怎么这么顽固啊 您这不是打一个疗程的吗 我现在交易珍的钱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过两天 我一定把钱凑齐 先生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真帮不了你这个忙啊 曾业长 曾业长 钱凑齐了 大帝 你脸怎么了 没事 路上摔了一跤 走 赶紧打针去 你骗人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天亮 我真没骗你 我真的是去当铺了 大帝 钱哪来的 这就是当你手表的钱啊 当铺我去过了 曾先生 什么都不说 大帝先去交钱吧 给天亮大针要紧 去吧 快去吧 天亮 走 走啊 慢点慢点 爹 你看 这个人就是大帝 是大脚的老公 有了这张生死状 咱们随时可以要他的命 要他们的命干什么呀 咱们要的是奴家的珍珠米 让那个老东西 把陈桂家的田退出来 这事儿怕没那么简单 是啊 我看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总会有机会的 陈冠 这村里人都知道 这曾二少爷 冲着天亮来 哥 别说 我可以不说呀 那村里人的那嘴我赌不上啊 都说啊 这曾二少爷把天亮背成里去了 谁说呢 这跟我扔什么呀 我愿意呀 老陈家脸都丢尽了 赵大伯 你要是不把祖宗的牌位扔出来 能有今天这事儿吗 我这大弟妈 那爹把祖宗的好天都给了你 你们了 你们敬见他们的牌位有什么错吗 爹把那陈家大宅都给了你了 爹没亏待你啊 你也不想让大帝到奴家去 当那个盗门到插门女婿 会这样吗 行了 别吵了 谁来给你们吵啊 来 帝 爹 妈 大弟啊 大弟 这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我没事 天亮让狗给咬了 我送他去医院了 这脸 这脸 这脸怎么了 妈 天哪 我都说没事了 我送天良上医院的时候 路上着急不小心摔了 那赶紧进屋吧 没事 进屋 进屋吧 没事 没事 真是的 你 你狗咬一下 你还上医院 你看把大弟那脸摔的呀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当不了要增加大少奶奶 你当增加二少奶奶也行 那狗咬他就上医院了 怎么大弟那脸摔的 天良 你别在意啊 我妈这人就这样 说话不注意 来 喝喝水吧 大弟 我问你 钱到底哪儿来的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真是拿曾先生手表挡的 你撒谎 光年说 根本没有拿手表去挡 手表被他们家人拿走了 还有 说警察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 是警察来了 把我带走了 不过就是询问了两句 没什么的 你放心吧 什么狗屁郎中 分明就是江湖术士 那药屁用都不管 好 黄大厨屁用都不管 我看哪 我看哪 干脆让大帝当个上门女婿 生个外孙子 给你养老宋中得了 现在我们把你的儿子 都不离不离不离 我们要加一下 你把你吃饭了 我喝醉了 ا签了 你把你吃饭了 你给你吃饭了 我看哪 就这样还想生儿子 你干什么呢 做饭 这家里有儿媳妇你做什么饭哪 这个大弟明天要去找儿弟了 让他们两个单一会儿吧 他们俩有什么肯待的 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吗 让老公公做饭是不是 妈 妈 铁梁 你那腿没事了吧 没事了 有这样的吗 你下地的在家干活 在家待着的不干活 怎么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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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来吧 好 爹 也是问题 怎么了 铁梁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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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想轻点啊 我 我 我怎么了 来来 我看看 我看看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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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弟 快点快点吧 上医院吧 不 妈 您怎么让他干活啊 您 他不干活 谁干活啊 土哥啊 老爷 你看 今年这稻子 长得还行吧 老爷 今年又是风调雨顺呢 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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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老爷 土哥啊 那郎中是个骗子 他开那药 屁用不顶 这些稻田 早晚他都不姓奴啊 老爷 再好的药 他也不能够立马见效 他得慢慢来 您不能着急啊 能不急吗 这么多稻田 哪一块不是我的心血啊 我 不一邂逅捧然心动 怕得硝烟将我牢牢包围 总之想念痴情死罪 唯有回忆太美 梦境驻不及防 从被打碎 小父亲是忽乱期待 愁愁的我 忐忑 徘徊 趁你再幸福无限回味 不顾一切追悔 他与我 相隔千身满水 恶心 谩考不开梦 淋淋 情泪痕在心底 麻木了痛 初习惯了孤独 道不明说 不情为有心痛的痕迹 爱漂浮风中心如影随心 叶望她的烟心滴满苦泪 此情排悬不定是否心相偎 旧日情主醉我将守护到沉睡 往事总终永世不分离 是否爱已失去 总有情难断心如影随形